各位錶賣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11.8個字 豬仔介紹今天第一隻推介 今天是星期三的早上 鏡頭前面這隻是Citizen的 石英三眼仔 Cornograph 一隻性價比值很高的手錶 也是豬仔認為 很划算 一眼看上去是他 這隻錶是藍色的 這隻錶盤配搭了金色的Bazzle圈 原來 藍金色網實物來說 不讓黑金色 perfect match的手錶 顏色 因為藍金色很高貴 藍色的錶盤配搭了 金色的外圈 再加上金色的時分秒針 黑度 藍色的錶盤配搭了三眼仔的布局 你看到六點位置 小圈在動的就是計時碼 然後 右邊位置 三點位置的小圈 有24小時顯示圈 即是AMPM 左邊位置有 Cornograph計時碼 你看到我現在歸零 Cornograph計時碼 這隻錶有一個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擁有 熊貓的通病 熊貓很多時候 三眼仔的布局 日力槍都比較難看 都是放在四五點之間 但是這個三眼仔的布局 放在四五點之間 日力槍很容易看 白底黑字 可能他跟藍色的對比 再加上他做的位置 出一點點 大隻一點 所以清晰容易看到 也是我朱仔選這隻手錶的原因之一 另外這隻是石英錶 100米防水 錶關位置 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點點護關位置 他做了一個拉推管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 但100米都夠游水 可以游得水 手錶下雨 平時生活洗手 沒問題 試一下拉近鏡頭 他除了 Dial做了藍色 撞金色之外 其實他三小圈的布局 都是有一些唱片本紋 你看到有唱片紋 挺帥 挺有質感 雖然這隻錶不是貴價錶 但也挺有質感 好了 錶圈位置也值得一齊看看 錶圈位置 你看到他做了一個 金色拉絲花紋的錶圈 金色拉絲花紋的錶圈 另外就是 下面你見到他做了 拋光的處理 做了光芯的處理 拉絲簡拋光 另外 錶學方面做了銀色的 不鏽鋼外殼 這裏又是另外一個特色的位置 除了錶圈 他用了一個拉絲圈 做了一行光芯有層次感之外 玻璃 他又配備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大塊玻璃也很清 好 先看看錶殼 錶殼 做了一個一體化色的 零角切角的錶殼 你見到錶殼的位置 做了光芯拋光 做了零角切角 做了一體化色的錶帶 我沒有做耳蓋 這裏做了拉絲花紋 很實正 很硬線條 有些man的感覺 很帥 好了 計時馬錶按鍵 一般的用法 按上了Start corner 有上角這個按鍵 Start Stop Reset 當計時馬錶圈轉一圈 這裏就會跳一格為之一分鐘幾多秒 一般計時馬錶的用法 Milta的機芯 用上了Milta 0520的機芯 這個機芯大概三年 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但OK啦 我自己覺得 現在更換電池很便宜 譬如猪仔也是三十元換電池 很簡單的一個換電池 好 另外錶帶方面 也是猪仔另外欣賞這支錶的地方 就是它由闊到窄 一體化色錶帶之餘 它還做了一個間金式 呼應錶圈和錶面 而這個間金式也不會太誇張 它大部份做了銀色拉絲花紋 這裏打橫有一行光身的 拋光的處理 好 接著看錶扣 錶扣 錶扣做了摺碟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也有三顆洞 兩顆微調位 上面也有Citizen的Logo 按鍵打開做了光身薄橋 看看錶底 錶底沒有因為便宜做陷入式的底蓋 它也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值得欣賞 它的性格比值高的地方 0520的一個機芯 Milta機芯 接著寫了WR10個bar的防碎 即100米防碎 Stinger Steel Citizen 底蓋做了一個放射的拉絲花紋 好了 再看看正面 整個錶都有些手感 應該去到150-160克 試試看 讓大家看看 有些質感 那錶就先量一量 157.6...157克 差不多160克 好了 直徑方面 讀一讀給大家看 直徑是屬於40M的錶徑 先拿一把尺 錶徑方面 大概是40M 它的錶徑是41M的錶徑 但我讀出來是40.9M 差不多41M 厚度方面是12.2mm的厚度 而Luck to Luck是46 試試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是石英錶 以及教一下時間 先拿起錶關 我們試試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時候 你看到24小時圈就亂動了 一個24小時顯示 教到6點多鐘 反映的位置 半格我們教的日力槍 半格我們試試 踢起它 向下轉 一格一格跳 日力很清晰而看 雖然沒有放大鏡 但是足夠清晰而看 它夠了大隻的日力 好了 教完之後 按進去一個拉推管 夜光方面 有沒有 時分秒針 加上黑度的點點 應該都有夜光 夜光方面 我們一齊看看 好 夜光也清晰而看到 有夜光的 好了 錶就很有質感 一點都不像便宜錶 試試戴上手感又如何 好 戴上豬仔14.8cm的手腕 戴上這個位置很帥 因為它看到有一個零角切角的錶殼 再加上了一個很銳色的金色外圈 藍藏金的手錶也是一個完美的顏色 有少少金色點綴 有些手錶不知道是年紀大了還是什麼 看上去好像是高檔一點的 感覺 有少少賤金的手錶 好了 豬仔推薦這個手錶多少錢呢 它建議零售價是1880元 香港建議零售價 豬仔推薦超順價 890元 890元 900元也不用 一隻Cylicon的食鷹錶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聽清楚了 豬仔只有三隻現貨 只有三隻現貨 沒有多了 因為得價也是一次過 如果心動的你 看到這裡 喜歡這隻Cylicon的三眼仔 食鷹錶 然後覺得890元 真的像豬仔所說那樣 超順價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了 因為890元 我相信 應該明天就會沒有了 或者今晚也會沒有了 好了 希望你在午餐看到這條 這麼漂亮的Cylicon 三眼仔的 射影錶的推介 挺漂亮的 戴上也不錯 而且很舒服 喜歡它 還有一些硬線條 鶴形有些不同 它這裡有三邊形的 一個硬線條的零角切角 希望你喜歡這隻Cylicon 三眼仔的 藍金色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